戴上帽子 墨镜 阳光下 这新打卡点必须好好拍一拍 连锁咖啡店在台中 洲际球场附近盖了一间新门市 就算这天没球赛 人潮还是满满满 很多人慕名而来 因为开始从门口开始拍 然后有什么餐店 然后整个环境状况 因为今天人超多 所以我应该明天还会再来一次 要跟洲际棒球场相呼应 咖啡店整体就以棒球为设计灵感 外观弧线白色鞋屋顶搭配落地窗 蓝天绿树搭出了最美色调 店内人也爆满 挑高设计拉大空间感 另一家在彰化的这间咖啡门市 也把当地地标融入建筑里 灵感来自八卦山 建筑外观屋顶就像是 高低起伏的山能线 打造了一座山丘 住立在繁盟都市里 这种不规则的感觉 就是有点像几何图形 是一个大片落地窗 工作之余就是靠着背 看窗外蛮舒服 室内也很好拍 明亮色调虽然未处都市里 却营造出咖啡田园风 要拍出美照烧不了落地窗景 不只连锁咖啡店 台中这一家餐厅 靠近中央公园 周日下午高棚满座 纯白建筑里 光影穿透入内 花花桌子点缀 营造发式浪漫风 情侣拍照咖啡旁 配上一朵小花 拍出生活里的小小幸福感 又刚好看过去有蓝天 又隔开就分层的感觉 对她拍照的技术满意 模特的问题 技术没有问题 甜蜜的未婚夫妻 满满的粉红泡泡 还有姐妹涛来这里过生日 两女孩精心打扮 点了双人餐 但这满桌餐点 缤纷色彩 忍不住先让手机开吃 IG很多网红来这边打卡 然后还有看到这些餐点 疫情稍缓 客人回笼 虽然去不了太远的地方 但假日 喝杯咖啡拍拍照 让平淡日子多了一点小确信 TVBS新闻 陈志忠 陈书贤红彩了台中彰化 采访报道 请支持TVBS国际plus 全新频道 让您扩大视野 掌握趋势 接轨全世界 更请订阅 开启小铃铛